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每个人都在追求越南 为什么核内的竹子政策有效 周三简报 拜登表示以色列正在失去支持 美国委员会提供2024年立法对抗中国的蓝图 美国与北京保持联系 安排军事通信五角大楼 亚洲股市在美联储会议前谨慎行事 市场动态 请大家收看 每个人都在追求越南 为什么核内的竹子政策有效 彭博社 根据彭博社的一篇专栏文章 越南应继续坚持不结盟政策 并根据自身最大利益形势 因为中国和美国都在争夺该国的支持 越南的竹子外交旨在避免冲突 促进和平 使该国能够在大国之间保持平衡 同时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 文章作者认为 越南优先考虑自身利益的策略 将确保其保持影响力 并取得经济和政治上的成功 周三简报 拜登表示 以色列正在失去支持 纽约时报 拜登总统警告以色列 如果继续在加沙进行战争 就有可能失去国际支持 他还暗示 以色列总理本亚明 内卡尼亚胡 需要对其政府进行改革 称其为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的政府 美国此前在行动和言辞上 都支持以色列 但直到昨天拜登总统的评论之前 美国还没有明确警告以色列有可能失去国际支持 与此同时 以色列拒绝了美国的提议 排除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在战争结束后 在加沙发挥任何作用的可能性 美国还提供了7.35亿美人的军事援助给以色列 尽管对以色列在冲突中的行动表示批评 以色列已经同意接受这笔援助 其他世界各地的新闻包括 加沙因脏水和过度拥挤而传播疾病的说法 对乌克兰移动连营商的网络攻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越南的访问 巴基斯坦一处安全港哨遭到袭击 导致23名士兵丧生 以及美国艺人呼吁进一步切断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美国委员会提供2024年立法对抗中国的蓝图 路透社 美国一家两党国会委员会发布了一份 重置与中国经济关系的建议清单 这些建议包括对中国的对外投资增加限制 以及降低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免税货物门槛 该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实施这些措施将需要艰难的权衡 并且不会没有成本 报告还补充说 美国现在面临一个选择 接受北京将美国视为其经济附庸的愿景 还是为我们的安全 价值观和繁荣而站出来 美国与北京保持联系 安排军事通信五角大楼 路透社 根据五角大楼的消息 美国和中国一直在协调安排军事对话 这些对话是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上个月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峰会上商定的 此前 美国和中国在2022年8月 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后中断了对话 美国和中国一直在努力安排沟通 但尚未宣布具体的接触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捷克 沙利文认为 军事对话的进展正在按计划进行 拜登政府的目标是实现两国军队之间的沟通 包括特定地理区域的高级领导人和指挥官之间的沟通 亚洲股市在美联储会议前谨慎形势 市场动态 彭博社 亚洲股市有望谨慎开盘 此前华尔街在美联储年内最后一次决策之前的动作较为温和 日本股市期货指数上涨 而香港和澳大利亚的期货指数变化不大 最新的经济数据对温和转向的积极定价提出了质疑 交易员稍微减少了对2024年降息的压注 还有传言称 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将试图给美联储宽松政策的热情泼冷水 美国对华为先进芯片的性能和产量表示怀疑 彭博社 根据一位高级官员的说法 美国商务部对华为能否按市场需求的规模和性能水平 生产新智能手机的先进芯片表示怀疑 该官员表示 手机内部的半导体芯片性能较之前的版本较差 并且对先进技术的出口管制正在减缓中国的技术获取 拜登政府对向中国出口先进半导体芯片和设备实施了限制 但华为及其芯片制造合作伙伴在8月份推出了一款7nm芯片 工业核安全局目前正在调查该芯片 中国的经济还好 问题在于政治 彭博社 中国经济官员公布了一个9项计划 旨在促进技术创新和明年的经济复苏 然而 中国经济练临的更大问题是其政治问题 习近平主席及其助手们 未能消除中国企业家和外国投资者之间的悲观情绪 导致对他的领导力失去信心 中国共产党内缺乏制衡机制 导致资源从私营部门转向国有企业 而一人统治的回归时实质性的政策修正变得不太可能 习近平访问越南 中国试图对抗美国的影响力 德国之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越南 并签署了37项有关外交关系 铁路和电信项目的协议 然而 与关键和稀缺材料有关的8项协议未能签署 此次访问发生在中国和美国在该地区争夺影响力的背景下 美国最近将与越南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和越南同意建立一个共同未来的社区 但对这一短语的真正含义存在争议 越南与中国有着深厚的贸易关系 但在评估中国在该地区行为 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 越南站在了美国一边 中国承诺在2024年加强供应链以确保经济安全 日经亚洲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承诺进一步加强该国的供应链 表明在于美国就先进芯片和其他技术的紧张关系升级之际 经济安全是优先考虑的 习近平主席和其他领导人 在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讨论了2024年的经济重点 承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灵活的货币宽松政策 并促进大规模资本投资和消费支出以实现稳定增长 他们还承诺解决与房地产 地方政府债务和较小金融机构相关的风险 据报道 会议讨论了202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目标 预计今年的增长目标约为5% 伟大的内米芯片竞赛 日经亚洲 摩尔定律的减速正在为中国赶上芯片竞赛的行业领导者创造机会 英特尔和中国的中芯国际之间的技术差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小 英特尔的领先优势现在只比中芯国际领先三年 而不是以前的4到5年 行业领导者创新速度的减缓使得中芯国际等落后公司有机会缩小差距 此外 芯片封装作为提到性能的替代方式的崛起 为中国缩小与全球领导者的差距提供了机会 曾经被认为技术要求较低的芯片封装 现在被认为是芯片制造商的战场 英特尔和台积电等公司已承诺在芯片封装上投资超过200亿美元 并预计高级芯片封装市场在未来几年将大幅增长 中国一直在大力投资其芯片产业 并利用芯片封装的机会赶上行业领导者 尽管面临美国制裁和获得先进设备的限制等挑战 中芯国际和华为等中国芯片制造商在芯片封装方面取得了进展 并力争实现5纳米甚至3纳米芯片的生产 随着经济前景暗淡 中国人为黄金支付溢价价格 日经亚洲 由于对经济和货币的担忧 中国的黄金价格已经超过了国际基准 中国黄金价格与伦敦现货价格的差价已达到约40美元 经济不确定性和恶化的国际关系 推动了中国对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新兴兴趣 除了黄金 中国投资者还对日本房地产表现出兴趣 这是由于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担忧 对TikTok禁令的支持 甚至在共和党内也开始崩溃 华盛顿邮报 根据皮油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 美国对禁止视频应用TikTok的联邦禁令的支持率 从3月的50%下降到秋季的38% 这项调查在9月和10月对超过8800名成年人和1400名青少年进行了调查 还发现共和党对禁令的支持率从60%下降到50% 而民主党对禁令的反对意见增加 青少年的支持率从18%下降到50% 这款应用在美国拥有大约1.5亿用户 由中国的字节跳动公司所有被认为是一种安全威胁 比亚迪挑战宁德时代在中国的电动汽车电池霸主地位 日经亚洲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已成为低成本磷酸铁里LFP电池的领先销售商 成为领先的电动汽车电池生产商CATL的强大竞争对手 比亚迪在2021年上半年占据了43.7%的LFP电池市场份额 而CATL的市场份额为33.9% 比亚迪的优势在于可以将这些电池用于自己的车辆 虽然LFP电池的能量密度和续航里程较传统锂离子电池较低 但自2021年以来 中国LFP电池的销量已超过传统电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通过了对孟加拉国47亿美元救助计划的首次审查 路透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F已批准向孟加拉国提供9.366亿美元的紧急援助 以帮助应对即将到来的1月份全国选举前的高通胀问题 INF还提供了2.215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孟加拉国的气候变化一程 由于外汇储备减少和货币贬值 孟加拉国的高物价导致近几个月发生了暴力抗议活动 政府难以支付能源进口费用 INF建议孟加拉国收紧货币政策 以恢复宏观经济稳定 澳大利亚食品监管机构首次评估称 从细胞培养的鞍纯肉安全可食用 澳洲 ABC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食品安全监管机构 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 ZENS首次评估实验室培育的肉类 发现由鞍纯细胞培育的肉类是安全可食用的 总部位于悉尼的公司Weil的申请 已经通过了向消费者销售这种肉类所需的第一阶段 ZENS表示 食用培育的鞍纯肉没有健康或营养风险 并且与细菌相关的风险非常低 该监管机构还提议在标签上使用细胞培养一词 如果Weil的申请获得批准 澳大利亚将成为继2020年新加坡之后 第三个允许销售培育肉的国家 金正恩承认罕见的弱点 朝鲜人口下降 彭博社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公开承认 该国正面临人口危机 并呼吁母亲们生育更多孩子 他告诉一群妇女 为了阻止出生率下降 生育更多孩子是他们的爱国责任 这是朝鲜领导人首次承认 人口出生率下降的问题 人口下降可能会危及该国劳动密集新农业和工业部门 韩国也面临着非常低的生育率问题 美国对俄罗斯发起广泛制裁 以应对乌克兰战争 路透社 美国已对中国 阿联酋和土耳其的数百个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 作为其持续试图打击俄罗斯逃避制裁 未来能源能力 银行以及金属和矿业部门的一部分 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针对250多个个人和实体 作为该国打击俄罗斯及其逃避美国及其盟友对乌克兰冲突实施的制裁的努力的一部分 美国参议院确认新的国家网络主任 路透社 哈里 科科尔二世已被确认为美国第二位国家网络主任 科科尔在政府工作方面拥有40年的经验 将为总统提供关于网络安全政策和战略的建议 他的任命是在美国面临越来越多的网络威胁之际进行的 包括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 专家们认为这将成为外国政府黑客的目标 科科尔在确认听证会上表示 他的办公室将在保护地方和州级选举方面发挥支持作用 国家网络主任一直是再一次名为 Solaburst的政府系统重大黑客攻击之后创建的 新西兰航空公司预计上半年收益将位于预测的较低端 路透社 新西兰航空公司警告称 由于旅行需求疲软和来自美国航空公司的竞争加剧 其上半年收益可能会处于预测的较低端 该公司预计下半年将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在此公告后 新西兰航空股价下跌了多达2.3% 该国航空公司目前正面临RTX普拉特惠特尼发动机质量检查的困境 待发动机存在罕见的制造缺陷 各国力推COP28燃围协议 谈判超时进行 路透社 在迪拜举行的第28届地约方大会COP28峰会上 气候协议的谈判已经超过了最初的截止日期 因为各国寻求就化石燃料的未来角色达成一致 对于这个问题的立场将向投资者传递一个信息 即政府要么终止使用石油、天然气和煤炭 要么保留它们 包括欧盟和美国在内的一百多个国家 呼吁逐步淘汰化石燃料 但遭到了OPEC国家的抵制 谈判一直持续到周三凌晨 尼日利亚军方的误导性空袭 已导致教徒、牧民和难民丧生 纽约时报 尼日利亚军方被指控 在无人机袭击自己公民方面 发生了一连串事故 美国对此表示关切 因为它正在培训和装备尼日利亚武装部队 并将尼日利亚视为一个不稳定地区的重要盟友 分析人士将这些事故归一于管理不善 情报部族以及安全部队之间缺乏协调 尼日利亚面临多重安全威胁 包括伯克圣地和武装团伙 后者为了索要赎金而抢劫、杀人和绑架平民 曾任美国国务院尼日利亚问题专家的马修 佩奇指出 战斗空中力量无人机、战机不是一种执法工具 西方民主国家不会将空中轰炸作为一种执法工具在国内使用 原因就在于 因为它们造成了不成比例的破坏 他补充说 自2017年以来 尼日利亚军方的无人机袭击已导致300多人死亡 但由于无罪文化 没有受到任何后果 军方已从中国和土耳其购买了攻击型无人机 并越来越多地使用空袭打击伯克圣地和犯罪团伙 随着加沙危机加剧 对援助的需求增加 美国在以色列问题上变得更加孤立 华盛顿邮报 自从10日份以来 针对以色列加沙战争的全球反应一直在发展 最初 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 但随着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伤亡加剧 公众抗议和观点的转变开始影响政府立场 12月8日 尽管近100个国家支持并获得13个理事会成员批准 美国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关于立即停火的决议 美国与许多太平洋岛国和少数欧盟成员国一起成为少数派 他们在投票时弃权 中东地区普遍支持该决议 伊拉克 塞浦路斯和突尼斯弃权 阿拉伯国家的团结立场在历史创伤中有深厚的根源 特别是1948年的内卡巴事件 当时在以色列建立过程中有超过75万巴勒斯坦人被驱逐 英国 德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日本和韩国等历史上 与美国外交政策保持一致的国家也弃权投票 在人道援助方面 欧盟已启动了一条空中桥梁 并将加沙的援助增加了2690万美元 德国 日本和印度等弃权投票的国家也增加了他们的支持 美国宣布额外提供2100万美元的援助 以应对加沙和西岸的人道危机 海湾合作委员会承诺向加沙的救援行动提供1亿美元 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越来越分裂 公众舆论逐渐倾向于巴勒斯坦人 领导人通过人道援助和停火努力表达支持 美国从中国男子在亚洲杀猪骗局中没收了5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 南华早报 美国当局从与一起欺诈计划有关的中国账户中 查封了5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 王毅诚在路透社对东南亚加密货币投资欺诈进行的调查中被确认 这起骗局涉及诈骗者说服人们投资于虚假的加密货币计划 根据美国当局的说法 这个在2020年注册的账户收到了超过9000万美元 报道称 王毅诚曾是曼谷一家中国贸易团体的副主席 与泰国官员建立了伪造的关系 巴西将恢复对太阳能电池板和锋利涡轮机征收进口税 路透社 巴西政府已批准措施提高光伏模块和锋利涡轮机的进口税 以促进本地可再生能源设备的生产 此举旨旨在遏制来自进口产品的竞争 特别是来自中国的竞争 并支持遭受损失和裁人的本地制造商 这些措施将于2018年1月1日生效 亚洲公司必须认识到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 日经亚洲 根据世界基准联盟WBE的研究 大多数企业未能有效应对与自然环境退化相关的财务和环境风险 该研究发现 在最具影响力的350家食品和农业公司中 仅有6%的公司设定了消除供应链中森林坦伐的具体目标 而仅有15%的公司公开承诺停止将野生景观转化为农田 WBA的研究还发现 仅有1%的公司了解他们对自然及其服务的依赖程度 尊敬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闻内容 从越南的外交政策到国际关系 经济形势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等多个方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些新闻 以及我对他们的深入分析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彭博社的一篇关于越南外交政策的报道 文章指出 越南的竹子外交在保持平衡的同时 促进和平 并使该国能够在大国之间保持影响力 我认为越南这种优先考虑自身利益的策略是明智的 它帮助越南在国际事务中保持独立性 并为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们还关注到了拜登总统对以色列的表态 拜登总统警告以色列 如果继续在加沙进行战争 就有可能失去国际支持 这是美国对以色列的立场发生变化的一种表现 对此 我认为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行动越来越持批评态度 这也反映了全球对于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呼声 同时 这也提醒我们 国际政治的格局是不断变化的 各国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 另外 美国对中国的制裁问题也备受关注 美国一家两党国会委员会发布了一份 重置与中国经济关系的建议清单 这显示了美国对中国的担忧和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应对 在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各国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利益平衡点 因为中国的崛起已经改变了全球经济和政治的格局 我们还关注到了中国的经济形势 中国经济官员公布了一项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复苏的计划 然而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还涉及到政治问题 中国的一党统治和缺乏制衡机制导致了资源分配布均和政策修正的困难 我认为 中国需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加强政治改革 以实现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 最后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 这些新闻内容 涉及到国际关系 经济发展 气候变化等多个方面 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在面对这些问题时 我们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 以多角度思考和理解 同时也需要关注自身的利益和发展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 在接触语之前 我想邀请观众朋友们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这些新闻中的事件 你有什么看法和观点 请在留言区与我们分享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